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N与阿LM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李海泉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和大家分享到李海泉在1955年的演出 今天就会由1956年开始讲起了 1956年5月,李海泉有一套涉丁山三气范尼花 这套涉丁山就是与邓碧云、任劍辉、李香琴和林家兴合演 然后在56年8月有一套大闹三门街 这套大闹三门街就由新马思争、任劍辉、邓碧云合演 然后在56年9月就有另外一套血染楚皇宫 血染楚皇宫也是由新马思争、任劍辉、吴君丽、蔡珍珠和金凤怡主演 然后在56年年底,李海泉另一套肥秀恩怨 这套肥秀恩怨是李海泉与谭兰兰兴、新马思争、林家宜、郑碧云和郑碧云合演 然后是1957年 1957年2月就有一套风火器诸侯 这套风火器诸侯都是原班人马 就是有李海泉、新马思争、任劍辉、吴君丽主演 然后在2月也是2月就有一套雕蛮郡主气肉郎 这套雕蛮郡主有新马思争、白雪仙和陈好球 然后是4月 4月就有一套雕蛮公主傅馬嬌 不好意思 是公主雕蛮傅馬嬌 合作演出的 就是有任劍辉、林蘇、梁港、朱少波和新鸟合怀 然后在5月的月尾 就有一套大名中列转 大名中列转也是由任劍辉、新马思争和吴君丽合作的 即是李海泉和任劍辉、吴君丽、新马思争 曾经合作过很多套历史剧 然后在7月31日就有一套叫做鱼长剑 这套鱼长剑合作的老冠有关德卿、邓碧云、梁醒波 接着时间就来到1958年了 在1958年里 李海泉就有一套三皇家二桥 这套三皇家二桥的合作 有什么人合作呢 就是任劍辉、吴君丽、新马思争和任兵仪 然后在3月就有一套断肠碑 这套断肠碑合演的就是任劍辉、吴君丽、欧阳劍 然后在1958年年中就有一套正德皇夜探龙凤店 这套正德皇合作的就是任劍辉、任兵仪、谭兰卿、冯荣卿、冯荣卿、荔姨和陈錦棠 然后在6月就有一套春风大德归来宴 这套春风大德归来宴合作的演员就有任劍辉、罗劍朗、白露鸣、亮翅白 另外在7月尾就有一套李如征的播出 这套李如征就是任劍辉、张生、许英秀、林嘉宜和张丽合作的 另一套这套相当有名《火网繁公十四年》 这个《火网繁公十四年》就是李海泉就和方艳芬、麦秉荣、任劍辉合作演出 做到这里之后在1958年就李海泉就宣告 从此就退出这个舞台即是退出舞台演出 就只是负责即是继续拍电影 就不再在舞台那里演出粤剧了 在1959年7月29日就上映一套《芙蓉传》 这套《芙蓉传》合作的就是任劍辉、白雪仙、麦秉荣和半日安 另外在59年10月就另外有一套《武宠打虎》 《武宠打虎》就和李海泉合作的有 《申马思增》、《陈锦棠》、《冯黄女》 然后在10月就有一套《三月道娟云》 和李海泉拍档的就有任劍辉、文蘭和《陈锦棠》 然后在59年就有一套《淒梁式虎》 这套《淒梁式虎》也很受欢迎 合作的人有任劍辉、白雪仙、亮翅伯、李香琴、张盛飞 然后在60年代就都开始小作品了 李海泉开始淡出了 除了不演、不想不做大戏之外 电影都开始不拍了 在60年代他只是拍过一套电影 就是1961年的《岸姑爷》一齐合作的 就有任劍辉、罗艳卿、郑冕、郑冕 演出了这套之后 李海泉也退出了《银幕》的表演 今天和大家分享李海泉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 暂时休息一休息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订阅我们的NU的频道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李海泉的演艺人生 拜拜